如果你这个媳妇什么都做得好 我至于操那么多心吗 你不心疼我儿子 我心疼 是 没人配上你儿子 行了吧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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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不动 我就把你的照片发到朋友圈 让你也高兴高兴 удь 到之后 这便继st 都不靠近 找你去你去看 Us 嗯 高平老师 咱们俩今天换一下车呗 我车没油 我来不及家了 你下午帮我家一下吧 没问题 去吧 对不起啊 我今天没办法 陪你回去了 我这个三点前 必须得弄完 没事 你忙吧 五点 他们俩以后有你别忘了 拜拜 拜拜 你怎么跑下来了 怕我看见按摩仪啊 你不是说送出去了吗 你现在正是你 留院关键的时候 你能不能放下点儿你那个清高啊 你光专业好没有用啊 人情世故是不是也得到位啊 没清高 我去送了 正好赶上大院买了一个六千多块钱的椅子给洋老师 我就 不好意思拿出来 那学生给老师送礼物那就是一点心意 跟钱有什么关系 正好嘛 他送椅子你送按摩仪没送虫啊 嗯 那怎么着 再买个贵点的 哪有钱买贵的 我就能连补贴 对 什么意思啊 咱们在一起生活快五年了 今天要分你的我的了是吗 是不用分 我没我的都是你争钱要交的 你不是马上就毕业了吗 你到时候就把工资都交给我 我连点钱够干嘛的 所以呢 哎呀我知道你不在意 但你想想我嘛 我不能每次花你的钱 花得那么心安里头了吧 这不是咱俩的家庭分工 就是这样吗一直 你怎么了 哪儿让你不舒服了是吗 没有 你接着写论文吧 阿莫乙我送给爸妈去 去吧 哎呀 吃饭了吗 哎呀 吃饭了吗 哪顿啊这几点了都 来 请 看 上头发了 嗯 我怎么要 这小的事 染着无情 不敢多染 你爸不让 让你让我偷偷给染的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要我说都应该染 农月娥向前 嗯 怎么刚回来呀 这才几点 不是晚上六点知道吗 几点 提前准备呀你这 哦 行 你妈妈怎么了 没怎么了 我这事 我不长时间了 没有 我帮你 没事 什么事也没有 我 爸 嗯 您这是要过年啊 不是说准备几个家常菜吗 这就是咱们家的家常菜呀 这真能兜啊 你跟我妈每天在家都吃这些啊 那血脂血糖不得天天往医院跑吗 嘿嘿 哎呀 没那么玄乎 你们都是这么长大的 来 把钱给爸爸递过来 对 好 哎 对了 向前 我最近啊 把江洪彬的情况 可是全面地了解了一下 了解啥了 他所有的报道我都看了一遍 好都不说了 有些情况呢 还需要进一步地了解 我都记得这儿了 今天吃饭的时候啊 咱们就是要见机行事 把这一条条 都给他落实清楚 月收入多少 有几套房子 房子 人家就是盖房子 能记录他有几套房子呀 数不数清楚 这就得喝酒啊 你说呢 喝多了酒咱们什么都敢问 他喝多了 什么他都能答出来 今天晚上要好好喝 你啊 你要保持清醒 要把记录记好 知道吗 明白没有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听人指挥 听人指挥 你这些人月消费 为什么你都管 跟你怎么管呢 把我妈 你放点衣服 我来帮你啊 妈 向忠怎么还不回来啊 妈 向忠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爸跟他说拧巴了 劝半天也不听 走了 爸怎么那么爱招向忠 你说 我说啊 晚上一瓶酒够吧 别跟我说话 我该拍虚了 爸 妈 姐 向南 向南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啊 哦 老江说 他突然有个会要开 让我先回来 他一会儿自己过来 今天这么重要的时刻 他 他还有别的事情 要去做吗 哎呀 你看 这是老板忙呢 我可以理解 你理解吗 理解啊 行行行 你理解就行 我二姐呢 那你爸 爸 我二姐 你二姐呢 你二姐她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跟谁都别别扭扭扭的 回来大家也扫兴 我要是听你这么说我 我也不回来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那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问问他 我刚打完 我电话他也不接 你别打了 我打了 我打了他不接啊 我都打好几个了 发消息他也不回 你看 行了 你就别让他打了 我怎么还不对了吗 爸妈要不你们先吃点 都几点了 就是要你先吃两口 我吃得要吗 我这样 不是怕你饿吗 我饿我也能挺着 你们都能挺着 我为什么不能挺着 你得给姜的礼貌吧 向小姐 王叔 这个是那个老姜的司机王叔 你不是人呢 来 府里坐吧 府里坐吧 老姜呢 在门口呢吗 不 姜总还在开会呢 啊 是这样的 他担心你们等的时间太长 而且太晚了吃饭 对老人家身体也不好 所以专门安排了一家餐厅 让我来接你们 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们 全部都去那边呗 向南 要不你就跟姜公斌说一下 这饭改天再吃吧 什么时候他有时间咱们再吃 几点了 别别别 你这叫什么话呢 这这 向南 别别别 不是 他无论是改地方 还是改时间 是不是都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哪有这么临时通知的呀 我再打电话 对不起 不接又不接 就一直不接电话 姜总一直走在开会 老姜你看到消息之后 赶紧给我回电话 哪有这样的呀 王叔你跟他说一声 他俩忙就不吃了 算了 别 王叔 别别别 在门口等我们一会儿 好吧 哎 那我在外面等 谢谢你啊 谢谢 别等了 咱就不要去了 这个孩子你得 怎么能不去呢 你得顾全大局 我和你妈妈去哪儿 这都无所谓的 知道吗 你这 换就换地方吧 那这怎么办呢 这这不能这样 什么叫去哪儿吃都一样啊 顾全什么大局啊 妈你说 她是不是她是小辈儿 什么叫登门拜访 登门就得上咱们家来啊 我和你妈妈这么大 我还用你教我们怎么做事吗 几点了 七点半了 又叫咱们出去吃 我告诉你 今天必须得去 去了以后 我得问问老江 你这么安排 把我们向南 放到什么位置上了 这太不像话了 你说那向南 但是向南 向前 该去咱们还得去呀 是不是 哎 你别坐这儿啊 换衣服啊 那这这这得去呀 你就别看他俩了 走走走走 换衣服 等着抓紧啊 准备准备 是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知道 他平时真不这样 他一直都很守时的 哎呀这边 哎呀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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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这你也没见过嘛 是啊 这是天鹅呢 哎 哎呦 你要干吗呀 我给他照个相 哎呀他要照个相 哎呦 你别开闪光灯把天鹅吓着 哎呦呦呦 哎真来 哎呦 小心啊妈 这个不怕人吧 咬人可疼了 来吧 把天鹅都找到了 我觉得这一辆白天 更好看啊 这是一个私人会所 这家餐厅很难订啊 要提前几个月 才能订得到 是吗 江总开完会 马上就过来 好 来 想见小江总 不是那么容易的 别着急 别着急 我出去问一下 拍拍拍一个 小南不高兴了 谁能高兴啊 急着呀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你这 那个 沈 沈秘书 向老师 你们江总什么时候能来呀 马上来了 我去门口接他 哦 好 这是什么呀 哦 听说江总下午开会 和对方公司争执起来 一气动 这手也刮破了 我这买的点福和白药 那手上伤得严重吗 还行 行 这样你给我吧 我到时候给他 哦 那行 好 谢谢啊 那我去啦 去忙吧 嗯 我刚刚刚看见他秘书了 说人已经到门口了 马上就给带进来 哎呀 几点了爸妈还没吃饭 我当时说说他呗 肯定忙 哎呀别说说什么 别着急 别着急 开会呢嘛 这不是 呃 各位 江总到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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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开了个会 拖的时间又再长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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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是吧 这 大姐是吧 是的 你好 哎 别别别站着了 快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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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叔叔叔叔 姜总啊 我们来不影响你工作吧 不影响 不影响 阿姨 坐 哎呀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个 我这个开会的地方啊 是在我们宫地的 一个临时的办公室 那儿没有信号 我是怕你们 等的时间太久了 我还给向南发了个微信 说是 把你们接过来 我这开完会 看手机才知道 这个信息啊 就没发出去 你看你多大的人了 那你微信不会用啊 你发出去之后 你不知道确认一下 有没有发出去 你让我们白等你 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 我知道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进来 菜我都安排好了 这样我们就不用点了 姜总 您指定的横江食语啊 我们就准备好了 要不还是按照 您傍晚的说法 有年长的客人 咱们就做它清淡一点 无法清正 可以 那所有的菜都免将是吧 对 连姜 好嘞 那几位稍等啊 快一点 我都有时间 跟厨师安排这么多 你就没时间给我回个电话 这些都是网上小沈 提前安排的 我下午一直在开会 连门都没怎么出过 你知道我不喜欢吃姜啊 听向南说 阿姨不吃姜 所以我就特意嘱咐厨房 给安排了一下 真是难为你的这么信息 应该的 应该的 老江 虽然我知道你今天真的特别忙 但是你今天做的确实是不对 我觉得你必须得给我老爸 老妈还有我姐姐 得给他们道个歉 小江不就刚才说了吗 他今天开会 开会嘛 不不不 叔叔 想他说得对 这个事确实是我做得不太 对 不太对 爸 你们等太久了 这不也不知道几点完事 这赶过去还得四十分钟 这不显得我更没礼貌了吗 所以我就让向南把你们接过来 这样 叔叔 阿姨 大姐 这次咱们就不讲那么多规矩了 好吧 下回我把该补的都补上 好吧 没事 没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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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几句 行吗 您 您说 您 您还是叫我红斌吧 这是第一次见到小江 能看得出来 你今天这个安排是很用心 也很周到 但确实 这处理的 有点不太合适 不管我们该不该来 还是呢 你该不该去我们家 这都不是问题 这些规矩啊 我不会在意的 我最关心的呢 就是你应该尊重 我们家向南的意见啊 是不是 对 公务缠身 赶不回来怎么办呢 光打个微信 这是不够的 怎么说 也应该打个电话 跟湘南好好商量商量 叔叔批评得对 湘南 我批评小姜总了 不生气了 好吗 不生气 行 这样吧 我呢 我先自发三杯 也算给大家认个错 菜还没了 先别喝了 你这空腹没吃饭呢 你喝一杯就行了 行 那就听阿姨的 今天真的对不起各位 怎么连个凉菜比上啊 行 我再去后厨催下菜 向南 你陪爸妈再聊会儿 你这次 行了 人家已经说是开会了 你就别再跟人家生气了 哎呦 爸 爸 你怎么了你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怎么那么没有原则啊 登门拜访 登门拜访 就应该南方到咱们家去 就不去就算了 大晚上把大家 弄到餐廳裡來 第一次見面 你跟人講什麼立場 要什麼立場 哎呀 這給我 剛才我這肚子咕咕之叫 人家沒聽見吧 我聽見了 我以為是魚塘裡的魚叫話 還笑了 你看把媽餓了 你們是不是小點 人家聽見了 怎麼樣 餓了 幾點了不餓 馬上就吃了 我們吃頓大餐 來 叔叔阿姨 我想用兩句話去啊 叔叔阿姨 大姐 今天 當著大家的面呢 我也想表個態 我的大概情況呢 向南應該已經跟家裡說了 我平時的工作呢 確實有點忙 可能很難完全 照顧到向南的感受 但是我一定會盡力 我會把向南照顧好 還有就是 如果叔叔阿姨 不介意的話 或者不嫌棄 我也非常想 照顧向南一輩子 不過來 我們也有bero裝溫子 ك唷 閡南這個中途 我們會老頭 但是 它要趕rene 一定要拍拍 以為難 可背心 把它淋住 Vict Eux 又推出了 好 那就听大姐的 来来 敬你啊 我看看 疼不疼啊 没事的 别弄了 我看看 没事 向南都已经好多了 啊 伤得重不重啊 弄疼你了 没事 没事 都好了啊 站着 站着 好了 好 过来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老江 我爸他呀 他就那样 他一旦喝多了 他跟谁都成兄道弟的 你爸的酒量真好 那你不能觉得他特别好相处啊 他很难相处嘛 我毕竟是家里最小的 家里人都宠着我 就特别怕别人对我不好 像你今天 我都特别害怕你翻车 不过你后面表现得特别好 我能感觉到我老爸老妈 他们都特别开心 特别满意 这一点呢 值得表扬 他们开心就好 但这种情况 下次千万不能发生了 嗯 好 我错了 我下次一定改 勇于认错的这个态度 特别好 嗯 嗯 老王 嗯 你先送向南回昆山吧 嗯 怎么了 我还有个安排 很重要 我得过去一趟 老姜 你红杏出墙了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红杏出墙了 你趁早给我一个交代 你就是我的红杏 你就是我的红杏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你要是红杏出墙了 我姐他们非得把你 非得把我怎么着 他们 他们非得把你结扎 你们家也太恐怖了吧 我告诉你 酒也喝了 饭也吃了 你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愿不会 那你答应我少喝冰酒好不好 嗯 放心 我看看从 又骗我是不是 琢磨 好 快点 回上 上你床上去 困死我了 你们俩的旧牙刷就给扔了 拿两个新的 好嘞 爸睡了 早打呼噜了 喝不少 聊会儿 聊会儿 假的 没有 没有 想让你聊啊 我不听 我不听 听的吗 听的 假的 她肯定特别好奇 谁跟你聊 快点下去 我真有话跟你聊 姐 你觉得江洪斌怎么样 我跟你说 就这个人啊 他别说跟爸想的有出入 跟我想的也有出入 虽然我们不应该想象啊 年龄比你大 这么多 你再不说了 这经济条件跟咱家差的也挺大 我俩在一起 这半年我一分钱都没花过他的 我自己有工作室 我可以经济独立 我工作室的收入能养活我自己 我也不靠他呀 咱爸就是不靠谱 这给我布置一堆任务 他交给你任务了 到那儿一看见酒 什么都他都想不起来了 这样 来 好 特有意思了先 什么呀 咱爸列举的 今天晚上希望能问到的 所有问题 你看这条啊 绝对是咱爸 针对你二姐夫总结出来的心 十三是不是 对 是否抽烟喝酒玩游戏 肯定不玩游戏 但是他们应酬 难免会有一点儿 对吧 这能理解的 是否有锻炼习惯 有 结婚生子时间 生几个 在意性别吗 这昨天我就说咱爸 人家每个月主要消费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咱爸这纸上 没几条能问的 幸亏我今天吃饭的时候 没掏出来 丢人 如何看待彩礼 如何看待彩礼 他应该不在意吧 我们没聊过 他有没有给你提过那个 婚前财产协议 没有提过 他要是提 那就说明他这个心思 他也是不纯正 那就是觉得你是图他钱 他要是提 咱们就做 要咱们不图他的 对 咱也不想要他那几个钱 他要是不提 我觉得我 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 还行吧 总之我就觉得这个 时间啊 太多 我不管了 老姜就是最好的 真的想的 我觉得你俩出了这个时间太短了 你啊 你哪天你还得作他一回 吵一架看看他什么反应 我作他一回 我找事 那我估计老姜也会说 醒了 向南 我都听你的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就一点脾气都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脾气 说不定我一作他 还能觉得我 我特别可爱 觉得我都是因为在乎他 我才作 幼稚 不是幼稚 你想啊 这半年了 他都一直这么好 这么温柔 那不可能是装的呀 这我跟你说 这才半年 半年算什么呢 要装时间长点更能装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还没有到手 还没结婚 那他到手之后 他就变一个人 他整个就换一个德行啊 不可能 我不信 不睡 你回你床上睡去 怎么还不睡啊 怎么还不睡啊 我马上就睡 你先睡吧 爸 嗯 大早上起来 你跟谁在院子里说话 有 早都起来了吧 啊 什么都听到了吗 这不是 早起来不早下来 还能是谁啊 江洪斌的司机 老王 江洪斌这不知道 我这手艺好吗 醉心 糟蹟啊什么的 所以说他馋了 叫老王过来 打一个包带走了 还挺有心眼的 人家这不就是明摆着 哄你开心的吗 你不要说 他要是知道能哄我呀 说明这个人办事啊 那还是有心的 你这是准备要同意啊 昨天你纸上写那二十个问题 一个没问 还用问吗 这个人的财力 他能放着呢 做事的能力 也在那摆着呢 我问什么呀 只要他现在 对咱们向南好 心里有向南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告诉你 我可全部都听见了啊 这个混蛋 快快快快快快快来 快来 是不是 是不是说我们家老姜坏话了 不啊 都快夸上天了 你在不下了 是吗 夸什么了 我听说 今天就夸到这儿 下次再夸 还算算下集 算下集 妈妈快来快来快来 妈妈你给我拿点衣服 我冷 向前 你能不能跟高平说说 把两个孩子都带回来 咱们家也聚一聚啊 热闹热闹 妈 妈 妈 啤酒 啤酒 瞧你们两个 那我今天 也跟二姐发一消息吧 二姐也叫回来 好 嗯 不是 本来不就说二姑晚上 那个美发厅开业 就大家都回来吗 对 哦 开业 开业那他就来不了了 咱们把东西带上 给他送过去 好主意 是吧 咱们一家都过去 给他热闹热闹 蓬蓬赏 是 祝贺他开业 快吃快吃 来来来来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来来来来 怎么了 我都说了一万遍了 拿剪子把它剪断了他 你这这么抱着吃 是 你瞧瞧一下 你看看多难看 好 这个剪子挺大的 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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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拿 我不是那个 我是这个 瞧瞧你 欢迎光临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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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拍业的 恭喜办得 恭喜办得 喜剪吹全片 谁先来啊 第一位是吧 来 来 不是 不是很扁吗 要不然我试试 那算了 还是 琪琪吧 琪琪 那个 二姑奶奶给你 撑个爆炸头 不行了 二姑 她这么大 烫什么爆炸头啊 你还是糟蹋光平吧 妈 为什么糟蹋我呀 你干嘛用糟蹋这层啊 你好歹得承认啊 我的业务水平 二姑在这条街上 绝对技术是顶流的好不好 我是顶流的 设计这样吧 怎么了这是呢 可能是这个电流不太稳 我去看看二姑 质量不行 那别站着呢呀 给你进来啊 来 我去 我进来 你进来 来来 到里边来 你快进来 进来 看看这边好不好 你快进来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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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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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开业第一位啊 那个 喜点吹全面 谁先来啊 第一位是吧 好 来 小伙儿 我试试 那算了 那个 还是琪琪吧 那个 琪琪啊 那 那个 那个 包插头 好不好 海洋呢 他有事了 又闹别扭吧 婚姻啊 就是一笔糊涂账 没有那么多对错 别老较真 真混不了 装一装不就完了 你看我一辈子装糊涂 我也过得挺开心 你哪是装糊涂 你是真糊涂 妈 干什么呢这是 多玩偏儿呗 琪琪呢 琪琪不是让你们俩 给带过来吗 不是 二姑拉着琪琪 说大家玩会儿 完了 琪琪已经惨遭毒手了 完了 怎么完了 你姐已经惨遭毒手了 我救她去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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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回来 你就看见 你就知道了 二姑奶奶 修完灯布尔门 是不是啊 修完灯布尔门 是一个外角的 就不得有问题 你怎么说 快 别 还会唱歌 快了吗 这都 快了快了 马上好了 马上一粘就好了 还没修好了 马上 马上了 特别漂亮 二姑 又漂亮又会跳舞 她上学呢 妈妈 你知道 秀兰灯布尔是谁吗 你妈妈当然知道了 她要是活着 我跟你说 比二姑奶奶还要老 真好看 是不是跟小姨同管了 你赶紧拿手机 给我们录点 行 好看吧 你妈妈的头发 我跟你说 小时候全是二姑奶奶 给她烫过 琪琪呢 琪琪 你快看看琪琪的头发 放头呢 不是挺好吗 好什么呀 还好是电卷帮卷嘛 我上初中的时候 真被二姑烫过一次 那到了学校 好几天才不错 我吃 你 你还烫过头呢 是不是 爆炸的 姐 姐 起来 起来 你先起来 你不要跟我 让我看一看 你来烫的东西是什么 让我看一看 姐 谁给你烫的呀 都是二姑给我送的 都跟她来送 不要这么给我弄 那你再看 你去玩什么样吗 我知道了 原来你不是狮子王 是钢丝头啊 我找编门看一遍 没有 给她弄得像个羊娃娃一样 昨天下午对不起了 我态度不太好 你知道最近这刘云娃跟刘云的事 搞得我神经兮兮的 就是听你说 你的 我的 还挺伤心的 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些年 就是家庭分工不同嘛 我其实也特别想感谢你 对这个家的付出 我突然就感谢什么 忍耐一会儿啊 马上就好了 我去开店长 好的 坚持一会儿啊 马上就变成一个 大美人了 那你要感谢 我也得感谢你 要不是你这这么多年 努力赚钱 押价 我根本也不可能路到过世 早就辍学修毛生了 还有几个月 再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 刚好我也想把年假休了 咱们一家人出去旅行 休息休息 怎么了 走 看 看 看 别当 你手不正确 天哪好看吗 怎么样 好看 天哪 那个 宝刀未老吧 宝刀未老 宝刀未老 来 来 来 下面赶你了 对对对 你来了 不不 来 你去碰碰 我鼻子去 先碰 这人怎么这样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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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子都不帮我抬进去 快饶了 不要 慢了一步 就应该给他抓过来 给他烫住 不是 就这么 我给你染个色 染个色 我已经是染个色 染个色嘛 高平 高平 都去了 没叫我 不是 我 我也是他们家女婿啊 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才会想到我吗 想吃大产蟹的时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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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当时 卖海鲜塔 哥 女恩嫂子是不是缺点沟通 尤其是那种 深入的沟通 不用了 没得沟通了 分居了 分居了 今天的分居 未来你俩就是分道扬镳 你信不信 哥 我跟你讲 不管任何形式的分居 只要门没锁上 都是运居管理 解决办法 正面出席 一刀拿下 一刀吗 一刀 哥 你一刀 一刀行吧 一刀 一刀 一刀没问题 一刀 行 好 好 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干嘛 滚 你臭死了 臭死了 滚 滚 放开 滚 滚 这不是没锁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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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队去给向小姐二姑 那家美巴厅翻修人了 二姑给大家都做个头 二姑 只会染头的吗 都不跟你商量 就直接给你拦了 对 好像 向小姐他们家的人 都不太寻常 我 我听说前段时间 向小姐这个二姑 闹着要生天 整条街都知道 还有他们家那二姑娘 成天搞直播 穿得跟仙女一样 直接给风吹走了 还有啊 他们家那老太太 慢慢给人拉皮条 这个事我知道 这是个误会的一天 老王 以后这种事 不要随便乱闯 不好听 明白吗 来 小水 帮我约一个体检 最好是包含一些 遗传基因方面的项目 早 老大 老大 江洪明见过了 怎么样啊 这么关心 纯属好奇 怎么说呢 正常操作吧 知道问问我们爱吃什么 不吃什么 知道我爸爱喝什么酒 用了点心吧 嗯 用心挺好啊 没觉 总觉得心里哪儿不踏实 本来说好了去我们家吃饭 然后 都特别晚了 又说不去了 把我们一大家的人 折腾到一个餐厅里面 你看一下啊 什么呀 这位女的 就是明卫 就是跟了她好多年那个 上周六还有人看到他们俩 在一块吃消瘤 不过我觉得啊 不管她有什么花边故事 向南能跟她走到婚姻这一步呢 也算是最大的成功了 谁成功啊 我们把向南嫁给她 我们还得谢天谢地啊 那就看你们想要什么了 走了 谢谢啊 向南啊 现在在哪儿呢 干什么呢 我正好在上海呢 怎么了 你在上海呢 在上海干嘛呢 亲眼 你来了 你们怎么突然就安排上婚前体检了 老江 他突然说约了一个婚前体检 想把身体全方面的都查一查 那你看 这个检查项目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而且你看后面这些 都是 基因方面的检测 你们婚前做了吗 没有 那我要去问问 这得检查到什么时候啊 你先别问这个 咱们全家人 跟这个姜龙斌 就吃过一顿饭 这不就够了吗 向南 你们是不是谈恋爱时间太短了呀 你别说半年 你就说一年 两年 五年 你都不一定能把一个人了解清楚 姐 虽然说我们只谈了半年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很了解他 他什么事都跟我说 而且我觉得我相信他 这不就够了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要跟我说呀 没有 没有呢 你干嘛那么凝重啊 向南 老江 大姐 你怎么来了 刚好我给向南打电话了 他说他在上海呢 我过来看看 老江 我这个手册看完了 怎么那么多项啊 里里外外连基因都要检查 是不是有点太细致 太彻底了 你这是一本 我这是两本 我要查得比你多多了 别装了 老江 我觉得有问题啊 我刚才忽然就想明白了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家基因 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说什么呢 向南 我是想着以后 咱们要是结婚了 就生个特别健康的宝宝 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想这么早就生宝宝啊 向南 我这检查出来的问题 肯定比你多 如果结果出来之后 你可别嫌弃我 那我不能保证 我还得看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这太现实了 江先生 江太太 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这边请 好 好 走 走 江总 来 你 你先去 拿东西 你先去 我跟那个江总说两句话 好 那我先去 你先去 去吧 走了 姐 嗯 江总 别 还是叫我洪斌吧 行 洪斌 大姐 你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我就 那我就直说了啊 你说 听说你 有一个女朋友 你们出了很多年 小男之间 小男之间 你是说明慧吧 好像是叫这么一个名字 不瞒你说大姐 明慧呢 的确是我的前任 当然 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工作 偶尔吧 小男知道吗 我 他 她建议吗 你是想说 我们会不会经常联系 对 这么说吧 我既然已经决定 跟向南结婚 我之前所有的事情呢 我都会把它处理好 我会给向南一个交代 你不用担心 行 对 你 你处理好 对 以后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对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你跟向南交代清楚 就行了 向南小年纪 没有比他大 你多让着他点 要婚前都说清楚 别结了婚以后 又听到点什么 风言风语 你们俩在闹矛盾 尤其是我们家老爷子 听不得这些 一听啊就 就慌了 就要炸 你多包涵 理解 理解 您放心 你快快去嘛 好 那 那我先去 那坐会儿吧 好嘞 好嘞 拜拜 好 拜拜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都两个礼拜没回来了 你还记得家里有这个老妈吗 快让妈看看吧 疼不疼啊 不疼 不疼 电话里都跟您说了 没事 没事 你们还专门过来了 再说您看什么呀 又不是医生 医生怎么说 医生怎么说呀 东西我都放这儿了 我上班去了 向周 下午再去吧 我有话跟你们说 不是你表姨说在医院 看见你们了 我都不知道海洋受伤了 何必呢 你看你一会儿 这儿骨折了那儿断了 缺钙 怎么 海洋受伤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为什么呀 这不没事吗 还没事 碰瞎了就有事了是吗 怎么弄的这是 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呀 喝多了 这喝多了 然后这一不小心 这倒霉就就就撞了 你编 你编 你编好了再说啊 这这这 您这点出息 你喝多少酒啊这是 向周 你也是 你怎么不管着他点呢 你让他把酒喝成这样 万一撞好点 怎么怎么怎么整 不是 这我自己喝多了 您说他干吗呀 他没关系 你就这点出息 你就护着吧 我看你要真的是 撞瞎了 撞傻了 他能跟你过一辈子吗 不能 听见了吧 我要离婚 邓海洋 你看上别人了 没有 邓海洋有家暴你吗 可能呢 那就是你有别的男人了 哎呦妈 你说死 别胡说八道 行不行啊 根本这个日子啊 就是过不下去了 每一天都是煎熬 你不是问他怎么受伤的吗 我就告诉你啊 我俩早就分房睡了 他大半夜喝大了 跑到我床上来 然后就把他给踹下去了 一人二人去 受伤了 非说这个 看 为什么不能说 不是 你 你 你不是说那个 这这这 非得要我们快点 要孩子吗 要什么孩子 要什么孩子你 你做梦吧你 我早提醒过你吧 他为什么一直不跟你生孩子 就没打算跟你好好过 你干吗去 上班 你等着 向忠 我告诉你 我看出来了 你这是蓄谋已久啊 想离婚 没有那么简单 你 把人踹到床底下 差点撞瞎了 你这就叫 故意伤害罪 你这将来是要负 刑事责任的 你知道吗 那我也问问你啊 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 强行过夫妻生活 算强奸吗 我看你 你闺女要离婚 你们俩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哪知道为什么 问你们家向忠 就因为我儿子邓海洋 不同意离婚 她差点把人家眼睛 给打瞎了 她想干什么呀 她怎么这么狠呢 你不会吧 什么不会吧 都成独眼龙了 不不不 老板 老板 你你你你别生气 我这儿就去找她 我当面问问她 好吧 你找什么找 我给他们领导打电话了 她马上回来 不 孩子还上班呢 都这时候了 上什么班 老板 你着急 这个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咱们是不是 尽量不要影响 孩子们的工作 这工作怎么来的 你们心里没数吗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 就她这样 开除她是分分钟的事 不 不 你这 你这么大本事 给我领导打电话 把我开除了呗 好 来得正好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向志军你问问他 邓海洋一没出轨 二没家暴 他为什么要离婚 对 你们家邓海洋真优秀 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呀 是啊 你为什么要结婚呐 不想生孩子 还不愿尽夫妻义务 你结这婚干什么呀 是 我明白了 你跟邓海洋他爸结婚 就是为了给人生孩子 是吧 小宏 少说两句 不能这么说话 谢谢那个谁 向 向志军 这就是你闺女 你说一句 他有三句等着你呢 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不是有您这么当婆婆的吗 我跟邓海洋结婚五年了 你还拿着我们家钥匙 进进出出的 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还有 我们家买东西要经过你允许 凭什么呀 旅游还得经过你允许 你要接着的话 干脆让邓海洋别结婚了 不是 向志军 别说了 如果你这个媳妇 什么都做得好 我 我至于操那么多心吧 你不心疼我儿子 我心疼 是 没人配上你儿子 行了吧 闭嘴 闭嘴 别说了 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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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他 我多想啊 那你别管他 让他装 快快快 拦着 素效就行 老白 老白 装装装 装给谁看啊 别说了 别生气 别生气 别着急 老白 老白 我都知道 我理解你 你不是想让孩子尊重你吗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的时候 也得先尊重孩子 你说是不是 你别着急呀 你别生气 别生气 太 太 太气人了 你 不是 你们家怎么都这素质 就这么教育子女的 行行行行行 我们不好 气死 蓝芝啊 快点啊 快点 蓝芝你什么都别拿回 都什么要回 就这个就这个 气死我算了 有点事儿 气死不值当的 对对对对对 什么互相正气玩 或者什么 还有中气补气玩 一起玩吧 快点 别跟我这儿开中央户了 向志军我跟你说 我 我可是把该说什么 我全跟你们说明白了 这个事儿怎么处理 怎么解决 你们自己看着办 要离婚我举双手赞成 别 反正到时候 谁吃亏谁知道 不不不 老白 你没事 小钟 来收拾合合 你这心大了 没事 心跳早停了 好 好 好 哎呀 跟他谈谈这儿 我也不会谈啊 你问问他为什么离婚呐 我怕说不好 怎么说不好 直接说 用不着拐弯 明白吗 那你直接问就不完 你让我这儿 我不就用他拐着个弯吗 你是他妈吗 你不是问 你不是问 那你直接问就不完 那你直接问就不完 你又不是他爸了 快去吧 关键时候就都指望不上 我去说能行吗 我说也不行 你还不去啊 那这 小钟啊 你爸要跟你谈谈 不谈 小钟啊 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了呢 也不是突然早想离婚了 那为什么呀 邓海洋这个人吧 不求上镜 拉里拉遢的 每天回家除了打电脑 就是玩手机 我俩根本说不上一句话 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他整个人臭得啊 跟你说烂抹布似的 不想跟烂抹布过 男的 有几个像你爸 那么爱讲卫生的 小的跟你说不通 那总有点优点吧 他那有什么优点 不管怎么说呢 孩子还是挺孝顺挺善良的 你也常常给你爸 买个螃蟹什么的 我还挺孝顺你 我还经常买东西呢 不管怎么说 你又不对的地方 结婚这么久了 两个孩子也不要 你看你看他 对你婆婆那什么态度 他对我什么样 你们也看见了呀 那邓航天 拉里拉套 凭什么给他生孩子呀 那生孩子 不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了 我管不了 不累死我 就算他没有责任心 但你们是夫妻吧 什么是夫妻啊 是不是应该像我 和你妈妈这样相互爱护啊 你倒好 上来把人砸伤了 你这合适吗 我要是不反抗 等人被强奸啊 你说什么呢 上班什么 你这个孩子你说 吃饭呀 不吃了 你看到了吗 这个孩子 你也是 你等他吃完饭你再说呀 我 我刚说两句 我哪知道他就吵起来了 你的声吵得比他声大 这 谢谢谢谢 那那那那咱俩吃吧 好 你吃多少 给向南打个电话 叶叶 向南 你们怎么在这儿 屋里有人在等你 谁啊 他说是江总的朋友 还带了好多礼物 好 这样 你们先帮我把东西拿上去 我待会上去找你们 走吧 哎 向南 哎 向南 哎 老江 我工作室来了一个女的 说是你的朋友 对不起啊 向南 我这临时点安排 我让明卫先过去跟你聊聊 明卫 什么情况呀 我能跟他有什么聊的呀 你先接触一下 我这出正事呢 晚点我去找你 不是 不是 您好 您好 向南 我是明卫 对 听说过 你做的这些玻璃瓶 真的很漂亮 谢谢啊 如果你有喜欢的话 我可以卖给你 其实我早就想过来看看你了 我也一直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让江洪斌收了心呢 所以你今天过来 就只是为了看看我呀 行了 我也不行 跟你兜圈子 大家都是成年人 很多事情呢 还是应该 放在桌面上说清楚 我跟江洪斌 认识很多年了 我们两个 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 一开始 我们确实只是好朋友 但是中间嘛 发生了一点 小插曲 人嘛 总是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慰藉 但是 现在这些小插曲 早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呢 所以我不希望因为我 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为什么觉得 你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啊 这个呢 是钱总的朋友圈 钱总 就是你们家江洪斌的大甲方 那天晚上 他说吃饭的时候 他已经喝过一轮了 所以唱歌的时候 让我过去帮他挡挡酒 可能是因为 喝得太多 所以我的胃有点不太舒服 唱歌之后 他就陪我喝了碗汤 就这么简单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给钱总打电话 我把钱总电话给你 不用了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向南 我想既然江洪斌选择了你 你就应该学会去相信他 那些背后调查这样的事情 以后还是少做 伤人 还有 如果你想留住他的话 我觉得你多多少少 也得学会点妥协 很多逢场做戏的事情 没必要追究太多 首先呢 我很相信老江 我从来都没有背后调查过他 其次 他今天既然派你过来跟我解释 那就说明他很怕我误会 是他想留住我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给江洪斌一些建议 那你还是自己去跟他说吧 我的任务完成了 走了 我真的不理解 分了手怎么还能当朋友呢 你们记得我那个青梅竹马吗 我们好十年了 分手的时候 我把他通讯录都拉黑了 就是不想再见到他 后来高中同学聚会 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 分手了还能当朋友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 可能做朋友的 一般感情都不太深 还有第二种情况 就是情商足够高 前任嘛也算是一种资源 是吧 王叔 您怎么来了 向小姐 江总让我来接您 江总他刚刚跟我说 他会过来找我呀 是吧 没事 没事 我打电话问一下他 哎 老江 怎么回事啊 王叔过来了 说接我出去去哪儿啊 家巧这两天回来了 我让老王去接你 回来一起吃个饭 哎 老江 我想找个时间 咱们单独聊聊吧 晚饭之后 那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你 咱们慢慢聊啊 行 知道了 拜拜 行 那我收拾一下 咱们就走 走 妈 怎么回来了 收拾东西跟我回家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 人都要跟你离婚了 还赖着干嘛 我不走啊 还等人再踹你一回啊 妈就是希望你能 过得幸福 快乐 我可不能让别人 就这么欺负你 让你受委屈 她想离就离吧 等她也配不上你 我就不明白了 她嘚瑟什么呀她 漂亮 谈不上吧 最多也就是一顺眼 这也三十好几了 顺眼也顺不了几天 再说了这学历也不行啊 你怎么着你是一二本 她就一民办大学的算什么呀 要不是我 她连份正式工作都没有 就算离了婚咱不怕 我跟你说 比她年轻漂亮的 比她学历高的 有的是任你挑 就我儿子这样的 你没听现在晚上唱的吗 帅帅的大男孩 完美的身材 要多帅有多帅 皮肤还很白 再加上咱本科学历 事业有成 还有咱们家 怎么着也算是母辞子孝 不是我吹 就咱这条件 一旦把你放出去 那在婚恋市场 那就是天花板 行 但是我不离 孩子都不想跟你生 你留着他干吗呀 家耽误工夫 我跟你说 你可不能给咱们家断后 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 听见了 不离啊 不离 行 不离 不离 是吧 不离 再也不管你了我 我请不离 我请不离 不离 请不离 不离 不离 早送 小姐 你好 您好 好 这边请 谢谢 行 来 这边 谢谢 谢谢 向小姐 您好 您好 没事 我自己可以 谢谢啊 放这儿吧 您好 你就是佳巧吧 你本人看着比照片上还好看 你终于来了 我哥从来没有带其他女孩来过 他说过 他决定带回家的人 就是他想要结婚的人 看来他真的很喜欢你哦 怎么啦 怎么了 嗯 长得还挺白的 我带你参观一下吧 这个家的整体空间 风格 家具啊这些 都是我和设计师 共同商量的 我这个人呢 最讨厌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 看这个桌子 是我特意 在米兰家具展上定制的 我看中的就是他的简单 少是更多 这边厨房 我不在乎 来 我怎么能把它忘了呢 我的最爱 你看这个灯 它和这个挑高七米五的这个空间 是不是非常完美 这个设计师是我的最爱 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是 安东尼奥 雀特里奇 设计的 嗯 等了十个月呢 下一个 雀特里奇 雀特里奇 你不会不知道这个设设计师吧 你不会不知道这个设计师吧 这是我哥的房间 全都是我设计的 以后 那是洗手间 这边是卧室 哎呀 这个床 床 床跟床垫 全是我从米兰家具展上订的 床这个东西嘛 贵一点无所谓 最主要的是舒服 土 我介绍呢 哦 嗯 这样一个 我的窝室在对面 晚上声音小点 这是健身房 这是健身房 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从意大利家具产上订的 金光顶 石木地板 哦 这个是土园仪 这个是 反正你也用不上 好了 下一个 来吧 这个是我哥的书房 啊 这边是接待区 呃 这些吧 大多数的家具 都是家具展订的 这些都是 是的呀 是的呀 我跟你讲啊 现在成品家具 已经外出了 现在的趋势是 定制家具 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小姐 姜总回来了 我哥回来了 太好了 佳乔又跟你显摆她的设计了吧 哎 你还喜欢吧 我跟你讲 外面这个园林 我也投入大量的心血 你先进屋吧 我还没介绍完呢 进屋 来 去吧 好的 结婚这儿吗 以后咱们结婚 就住在这儿 我没说过要跟你结婚吧 行了 明卫你也见过了 你也知道我跟她是什么关系 你不用我 再解释了吧 你今天为什么 不自己过来跟我解释呢 如果只是我单方面跟你解释的话 你会相信吗 还有这种小事解释来解释去 太琐碎了吧 其实我今天 让她见见你 还有一个原因 我跟她呢 不仅仅是朋友 我们还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她能力很强 有很多的社会关系 都是她在帮我维系 以后呢 我跟她在工作上 也难免还会有接触 所以我就一定要接受她吗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 那我只能把她拉黑了 行吧 那就把她拉黑吧 不用真这么极端吧 又不是我说的 明明是你刚刚自己提的 要说话算数吧 好 我现在就把她拉黑 行了 行了 我没那么小气 而且你要把她拉黑的话 以后谁帮你当酒啊 夏娜 我是真心想好好成了家 在感觉上 我希望你相信我 以后万一要是 听到什么风言风语 不用太在意 但是最好不用风言风语 好 我答应你 你怎么来了 海洋 你你 我这不在网上查了一下吗 说眼睛受伤啊 最需要补充的就是 优质的蛋白质 这不 我买点牛奶 还有鱼 还有鸡蛋给你送过来啊 你怎么样啊 没事不治 没事你看 很不疼啊 不疼就是 就是看东西有点 有点恍惚 你别总出去走啊 你得好好休息 静养啊 没事没事 来来来来 我来吧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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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我来我来我来 慢点慢点 瞧着 我来了 来来来来 好 来 爸 这家里的茶呀 茶实在是喝完了 就 就只有 只有渴了 知道我不能喝甜的吧 那还有啤酒 你要把我害死啊 行了 行了 放这儿吧 这哪里没办法 你妈妈找我们吧 海洋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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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肯定是 不想离婚啊 亲不过父母 亲不过夫妻 知冷知暖 这才是夫妻 你们好 也不沟通 光用蛮力 这解决什么问题呢 昨晚确实喝大了 草率了 还草率了 你还要怎么样 相中脾气 是 特别硬 但是我告诉你 海洋 你要是这么扛下去 那我们谁也帮不了你的 你看看 你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 能不能改一改啊 啊 海洋 你这么年轻 你不能把事业给耽误了 相中那么上街 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他上街上街 您怎么来了 海洋是受伤了 我来看看他 还喝可乐 不知道自己三高啊 不是 家里没别的 这是我自己要喝的 不是他拿的 少护着他 走吧 要是干吗 我送你回去 回 回哪儿去啊 回家呀 我跟海洋聊聊 你 你得做饭 晚饭我在这儿吃 我不吃晚饭 我们家里没饭吃 要是您自己回家去 走吧 相中 这我要批评你了 两个人再闹什么意见 你晚上都不能不吃饭吧 那没事 爸 我 我 我 这 这 点外卖就习惯了 没关系 习惯了 什么吃外卖的 你这受伤了 需要补充营养 知道吗 不至于 怎么就不至于啊 行了 行了 我幸亏买菜买鱼过来的 往来做吧 你别做饭了呀 那怎么的 喝西北风吗 去 去午休息 不是 我这眼睛就是 你听我的话 眼睛更给休息啊 听话 你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不是 那眼睛眼 躺着眼睛怎么休息 闭上眼睛不会吗 这个孩子真是的 快去呀 行 真好意思 你不是跟着我 别忙到啦 你回家去吧 我跟大洋文士 能不能别仓服了 你好好回家休息不行嘛 能不能别管了 你干什么 你松开 松开 回过去吧 你给我 给我 给我 松开 松开 你没事吧 妈 妈 你别强啊 不听话 这孩子 你 你能轻点吗 这不是钉钉子 你这干什么呢 你不说我没劲吗 你这这这这这 劲儿太大了这 行了 行了 这 我现在发现你越来越矫情 嗯 那也是 那也不注意点 往下点啊 你这 这不从上到下嘛 要啊 要啊 是啊 那也得从上到下呀 行行行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嘛 哎呀 自己不注意还说我 我 我这不就就想给他们做个菜嘛 哎呀 和菜是这么多事 你也是老管那么多 孩子大了人有自己的想法 你就说向前当时离婚的时候 你那么不同意 人也没听你的 结果怎么样 人向前还不是过得挺好的 你说吧 向中要真的离婚了 他还能找着像海洋这样的 能吗 海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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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 你行 你行吧 不是 你回答呀 向叔叔 快递 快递 你买的 我没有啊 我也没买东西 买了 买了 哦 好 谢谢啊 哦 什么呀 人家可能是那向中给你买的药 来 他怎么不给我送来呢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这不是药啊 这孩子 孝心尽闹就得了吧 人孩子每天还得上班 还得顾着你 别揉了 揉我啊 你这 你不是不让我揉了吗 你是那么听话吗 你 你别使劲 你 哎呀 这孩子也是 谢谢 我去 喂 爸 喂 向前 我跟你说啊 向中现在 跟海洋闹离婚呢 哦 为什么呀 哎呀 为什么呀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事 你知道吗 还不就是这 这向中 这 这 心高气盛嘛 向前 有时间呢 替爸爸妈妈 劝劝向中 好好批评批评他呀 行 我知道了 高平啊 我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 我得去找一趟向中 哦 那你早点回来啊 明天幼儿园开那个 亲子运动会 然后还得陪孩子 好好练练带鼠跳呢 行 我知道了 开车慢点啊 哦 好嘞 拜拜 要走啊 好消息 便走便聊 好 咱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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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鱼啊 谈了一下我 那是不是得提前恭喜你啊 那老鱼找你干嘛 总公司市场部的老大 不是刚被人挖走了呢 总得有人鼎位是吧 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只有你最有这个资格呀 董公司呢 想从前端提拔人才 我推荐了你 我啊 总有一些会失去 再也想不起 短短续续的消息 任何忘记 谁还能面对生活 给你的勇气 是低头 晃着手 都要在一起 他一夕夜风轻 两步带走一丝悲伤 那些晚归白月光 也会有人思量 他一路星辰大岸 穿越过草山 一段熟悉 一段陌生 都是萍水相逢 总在午夜流光 终缀人过平常 我一时两手空空 滋养我幸福 那夜的星星一盏灯 两个人熟悉 过一段爱 我一串山 只为能四目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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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串山 我一串山 我一时两手空空 滋养我幸福 滋养我幸福 那夜的星星一盏灯 两个人熟悉 过一段爱 我一串山 只为能四目相适 我一串山